今天片集的上半部,我们看到孔子是很反对他的学生掩求, 甚至叫其他同学名鼓而攻之,差不多要把他逐出师妹。 为什么他这么生气? 因为掩求是替他的家主贵士去加田赋,收多些税。 孔子是帮助人民,关心人民,不赞成加税。 而且这些税项的收入又不是撥给国家的,是贵士自己带入荷包的。 所以孔子反对得很厉害,虽然掩求是孔子能够回到老国的大功臣, 但是孔子这个人公私分明,不因为掩求对他有恩,所以不骂。 等于他不因为有人对他有仇,所以不赚。 如果他做的事,值得骂就骂,值得赚就赚。 但是在下半部,我们又发现孔子接受掩求。 不是接受他做的事,而是接受他这个人。 掩求就回来,和孔子一起喝酒,一起吃饭,宽送子路了。 子路原来有高咒去慧国。 我们明天回来,我们看看子路在慧国的发展到底是怎样。